哈喽,大家好,不知道您家的铁锅是不是和我现在一样 底部的油脂油垢又黑又厚,不知道您有多久没有清理了 为什么总说铁锅用的不好也容易致癌呢 这么厚的油脂油垢经过长期的高温加热 那么经过长期高温加热以后,产生的烟雾里面一定含有一级致癌物,本饼花 所以赶紧拿起家里面的锅,看一下锅底的油脂油垢厚不厚 今天分享的这口锅呢,是家里面的人长期使用并没有怎么去清理 刚好前几天有粉丝一直在问,这种油脂油垢比较厚的怎么处理 此时这口锅呢,才是我家的锅整整用了七八年 有没有感觉七八年的锅一点油脂油垢都没有 所以今天为您详细讲解如何去除油脂油垢并且重新开锅 首先第一步呢,先把家里燃气灶的火力开足开猛 那么在操作的时候提醒您一定要戴口罩,没戴口罩不准操作 这个步骤呢,是为了让锅能达到200度以上 而且呢,迅速的把锅烤热 这样做的好处啊,是可以把锅底的油脂油垢彻底的变成碳化状态 烤的时候锅,一定要每一个面都让它受热均匀 全程开到火,烤制的时间呢,大概25分钟 很难让家用的火力达到200多度把它烤红 所以呢,前期我们25分钟烤了 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看到锅底黏黏糊糊的油脂油垢完全碳化了 所以呢,如果您家的油脂油垢比我的要厚非常多 那这时就准备家里不用的刀慢慢的把它刮下来 那么如果您家的油脂油垢并不是非常的厚 那这个时候啊,这一样东西相信大家都是居家必备 这样神器就是磨刀石 看到这里呢,相信大家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你以为磨刀石只能磨刀吗? 那么啊,这个时候您可以真真切切的感受到 磨刀石作用这么大 请接着啊,给锅底做一个全身按摩 左叉叉,右叉叉 全身按摩完以后,倒入100克左右的食用盐 盐的颗粒如果越细就越好用 不要担心磨刀石这层油脂油垢用水冲一下就没有了 整个操作的过程呢,大概25分钟 到最后的时候磨刀石一定要竖起来去刮锅底 好了,经过20多分钟漫长又酸疼的操作以后 倒入少许的洗洁精 然后紧接用到的钢丝球相信每个人家里面都有吧 继续秉持左揉揉右叉叉就OK了 好了,这个时候用冷水冲洗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层油脂油垢被清理的非常干净 不要担心磨刀石会伤害锅底,反而呢,对锅底更有益 如果锅底边缘油脂油垢也非常的厚,那么也是倒入少许的食用盐 盐可以加大磨刀石和铁锅边缘的摩擦 和锅底的操作模式一样,这样油脂油垢就能非常容易的清理了 并且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磨刀石可以跟它产生剧烈的摩擦 这样变相的就可以烂铁锅达到抛光处理的效果 好了,最后用洗洁精加干石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好了,这个时候看到锅底锅外是不是清理的非常干干净净了 别急,教您如何重新开锅 前面的高温烧锅不仅仅去除油脂油垢 最重要的目的啊,烧锅还可以让锅底达到不粘锅的效果 这个时候开大火,将锅烧热以后再关火倒入食用油 如果家里面有猪油,放入猪油的效果会更好哦 最后步骤用纸沾将锅内的油涂抹均匀,放至一晚上就可以用了 特别要注意的是,锅底千万千万不要抹油 好多人开锅的时候都会教您锅底一定要抹油 其实呢,锅底抹油并不能形成保护膜 长期高温加热的铁锅啊,反而会形成油脂油垢 所以呢,大家不要视频看多了,觉得锅底就一定要抹油保养 你今天切记,锅底抹油不仅会形成油脂,还会伤害身体 铁锅好不好用,沾不沾锅,前提是必须要懂得怎么去保养它 好了,今天铁锅如何正确的使用,如何正确的去除底部的油脂油垢 并且呢,还分享了重新开锅 如果觉得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点赞转发给更多人 让更多人吃出健康,谢谢我们下次见